同学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那么实验法的这一个资料收集的方式 各位看到我们讲义56页 OK 好 所以这个地方各位注意 我们前面的资料 大概就剩这一个直话的部分 没有全部讲完 待会我们会把它全部完成 好 然后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实验设计跟准实验设计 好同学来看到我们的这一个讲义56页 那刚刚有跟大家提醒 实验设计跟准实验设计就是各三个 在过去的这个三论题考题大概是这样 那另外呢 我们大概知道一下它的类型有几种 那实验设计呢 原则上有三类 第一类就是各位现在56页看到的 就是R是代表随机分派 O1 O3代表前侧 所以这个代表有前侧也有后侧 再加上呢 上面那一组叫X就是有储域 储域就是实验组 然后下面那一组就是控制组 这样了解吗 所以这叫前后控制组的设计 然后呢 第一右边的57页的二刮弧 这叫双组比较紧后侧 你就去跟左下角的比 它就是把前侧拿掉 有没有 它就没有前侧 OK 好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呢 把这两个叠起来 那叫所罗门四组 有看到吗 那过去呢 105年的社工师 有考过这个所罗门四组 有没有 这个就是跟他 跟这个主要就是要设计说 它是有什么 有前侧 有前侧 有后侧 OK 这个主要是针对日照 针对日照 对老人身体机能 有没有注意 这样了解吗 所以就把老人家分两组 对不对 一个就是有去什么 有去日照 OK 一个就是没有 对不对 好 就是控制组啦 这样了解吗 然后当然呢 有一组是有前侧 另外两组 前侧 两组是没有前侧的 OK 好 那这个就是呢 属于刚刚的这一个 它的一个设计 就所罗门四组 当然是内在效度是最高的 就这一组 好不好 好 然后另外呢 各位看到我们的58页 那通常呢 我们在看这个所罗门四组设计 就这样 就是说 一般来讲 如果日照真的有用的话呢 只要有日照的呢 分数应该都会比较高 对不对 所以你的O1 O1减掉O2减掉O1 就是上面那两组啊 应该它的幅度会比O3跟O4的一个差距来的大 对不对 O5跟O6也一样 O5会比较高 这样了吗 好 OK 好 然后另外呢 在108年高考时候考了一个 好 是属于这个 所谓的另外一类的这个实验设计啊 叫做静态 静态比较组 好 跟所谓的等组只有后车 啊这个呢 你看哦 那个前面第一个静态比较组 它没有R 没有R表示它没有随机分派 所以它就是呢 找了一组 侧叫O1 找了一组侧叫O2 这样了解 好 然后呢 另外呢 在我们下面这个就是它多了随机分派 这样懂了吗 好 OK 好 差别就插在这里 有没有R这件事情 然后另外呢 同学你可以看一下 他说呢 这两个设计呢 它其实都有所谓的这一个控制组 OK 好 所以这个地方 来这个地方跟同学来去 这个调整一下 好 那上面这个图这个地方呢 来同学哦 给他注意一下 他这里有一个要调整的地方 就是呢 你的上面这一个哦 来我们看一下静态比较组设计 讲义的58页哦 这地方我们补充一下哦 第一个就是静态比较组的一个设计哦 那那刚呢 同学有看到 他们都有什么 他们不是都有这一个控制组吗 所以呢 一定都是这样哦 上面 对不对 有吃药 O1 对吧 啊A咖这个就没有吃药了 这样同学了解吗 所以那个X你要拿掉 所以他就直接呢 这里就是O2 好 所以那个X是没有的 好 注意一下 这个是这样才是正确的内容 那另外呢 下面这两组都有R 对吧 好 可是呢 他差在哪里 一样啊 上面有X下面就没有 哦 所以这个一样 他就是多了R 哦 啊这个有X嘛 对不对 啊这个就没有X啊 哦 这样懂吗 好 所以应该呢 这个都要空出来 你把那个第二排的X都把它 哦 先把它杠掉 好不好 好 那差别就是有没有随机啊 这样那样吗 那如果你们也有随机的话 就容易产生 哦 我刚刚讲的差异选择 的内在效度 这样了解了 好 OK 好 那你会都没有前侧啊 所以就没有办法确定 一开始这两组是不是相同的 懂吗 哎 可能就是说 哎 会不会上面那一组都特别条件好 这样 因为你没有做什么侧 前侧 这样懂吗 好 你没有做前侧 OK 好 然后接下来呢 准实验设计这边 各位同学也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59页呢 准实验设计这里呢 同学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刚刚要请你改 你要改一下 在讲义的58页 好 然后另外呢 各位看到我们的这一个呢 准实验设计 那首先第一个你要知道就是说 为什么今天要用准实验设计 来各位看一下原因啊 就是58页的适用时机 就第一个我没办法随机抽样 第二个呢 我用的是实地实验 对不对 然后第三个呢 好 我可以呢 重复实验来补救内外效度的一个不佳 因为这是我们的这一个准实验嘛 然后第四个主要是我要避免产生获伤效应的一个效果 那这时候我可能就会采取这种所谓的这个准实验设计 那另外呢 同学来看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一个种类啊 第一个呢 就是我观察三次 然后处于再观察三次 好 就是要看一下这种周期性的一个改变 这样呢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下面放一个控制组 哎 就像谁呢 来去年高考有考的59页 下面的多重组合设计 看到了吗 多重组合设计就是你上面刚刚那个时间系列 加控制组 所以下面这个图也是也是错 你再更一下 把X拿掉 所以我们这个不是有六个吗 这是在 59页 你这里不是有六个 O1 O2 O3 O4 对不对 然后呢 他就会有个X 就是等于观察了四次 然后再做四次测量 5 6 7 8 然后现在下面这一组都不会有X 所以差别就是这个啦 有X啦 上面有X都是实验组 下面都不可以有 所以不可以有的时候呢 这里就是 9 10 11 12 然后这里面哦 再来下面 13 14 15 16 好不好 这个部分要调整一下 OK 好 然后再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第二种是什么呢 好 在59页的二光湖叫相等时间系列样本的设计 这里有S1 S0 S1 S0 代表什么意思呢 好 来看一下 同组受试者抽取两个相等的时间样本 有没有看到 哦 就是呢 比如说整点 7点 给他什么 实验变相 8点 没有 9点有 10点没有 这样 这样懂吗 好 那这个内在效度是不错的 可以比较两个时间变化 来计算他的误差 好 来计算他的误差 OK 好 再来呢 第三个叫相等质量样本 哦 OK 那哪里相等质量啊 你要看那个低一点的下面有看到吗 MA等于MB等于MC等于MD 就是都是只有班的同学分四组 这样程度是什么样 MA等于MB等于MC等于MD 这就叫相等质量 然后跟刚刚一样 第一个就是S1 就是有处于S0就是没有 好不好 所以就S1有S0没有 S1有S0没有 好 那这个叫相等质量样本设计 好 那另外呢 要给同学看的是什么呢 就是跟在我们的实验设计 有一个很像的 那就是各位同学看到我们的60页 有看到60页吗 这叫什么 单案设计 所以在这边我就顺便补充一下这一个 好不好 所以通常呢 我们会在这一个准实验设计后面呢 我们会再看一个叫做单案设计 好 因为在社公司里面蛮喜欢考的 有的考试还是会出现这个 所谓的单案设计的部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单案设计 单案设计很简单 就是样本一个 单案嘛 就单个 单个 N等于1啦 有点这样的意思 单案设计 然后另外呢 同学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呢 他就先有一个基准线 看到了吗 A A就是基准线 所以他设计大概几种 就是针对你这个人 我就先观察 然后观察好之后 我就给你处域 对不对 那处域完之后再给你测测看 所以这个叫做B 叫做处理时间 所以A就是基准线 那我也可以ABA再回来看看 有没有变化 那另外一种就所谓的ABAB 好 这样了解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了 那么107年第特三等 他考这个题目 他说实验室机会带来什么样的困难 然后就是说 因为你服务的是人 你可能没办法随机抽样分派 这样了解吗 然后再来就是你可能没有办法操控 各种的一个变异来源 这样了解 好 因为有些变相 有些因素 没办法整理 所以这时候我们可能就会用这种单案设计 这样了解 好 用单案设计 OK 那单案设计的好处是什么呢 好 第一个 单案设计呢 各位看到61页 单案设计呢 它是可以 做合理的因果推论 达成控制无关变相的一个目的 这样了解了 好 有比较高的一个内在效度 第二个呢 它可以帮助研究者 判断某些介入对个案是有效的 那这样的结果呢 就可以在后面的研究里面来检测它的通则性 好 这是它的优点 缺点是什么呢 外在效度不可靠 因为它只有一个样本 你可以推出去吗 一个怎么推呢 所以你看我们在做调查法的时候 都1000个样本以上 对吧 为什么 因为你要1000个误差才会小 好 误差小 正确性高 你才可以往外推 这样懂吗 你才可以往外推 好 然后再来呢 第二个缺点就是 研究对象可能因为大量的自我检测的过程 感到不耐烦而不愿意配合 这样了解吗 所以研究对象也可能会为了迎合社会的期望 而产生测量的一个误差 测量的误差 好 这是我们谈到的这一个呢 单案的研究设计的 它的一个缺点 好 好